即将敲响 我们要对过去一季 对桃花屋做出结束贡献的朋友们 进行一个颁奖活动 现在把画面切换到 武昌分会场 颁奖了 接下来为大家颁发的第一个奖项是 年度突破个人奖 以前等鸟 现在演鸟 以前思考 现在烧烤 以前潇洒 现在三傻 以前拍桌子 现在拍马屁 以前没有人能强行让他在晚会上表演节目 现在是没有晚会他强行表演节目 自从到了桃花屋 他一次次突破自己的底线 打开了自己的局面 那到底是谁扑示了他呢 他自己 刚入屋的王传军已经死了 现在是 有护路传军 有请获奖人王传军上台领奖 谢谢台长 感谢感谢 年度突破个人 表演节目我真的很不开心 我一定不会演的 你们需要鼓来点海豚吗什么的 我一定不会演的 我一定不会演的 你没有机会讲话吗 没有没有请回 请回说你啥就是啥没有机会辩解 接下来为大家颁发的奖项是沟通大师 他是音乐吧的创始人之一 也是音乐吧最好的观众 他总是在应该发表意见的时候发表意见 但从来没有人听见 只有宋丹丹能听见 因为宋丹丹要否定他 但他毫无怨言 弃而不舍 用宋丹丹听不见的声音继续说 他也是650最忠实的听众 只要650广播 他就跟着对话 这是因为他对650的爱吗 不 因为一段广播永远不会否定他 但他在桃花屋也得到了成长 学会了自己和自己说话 没有人理解你 没关系 没有人认同你 不重要 玄姐 好笑话呀 好笑话呀 就算是全世界都不倾听你 你也是自己最好的听众 有请董璇上台领奖 我的小肚皮疼了已经 谢谢王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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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堵菜里面忘放粉丝了 我是大堵菜炒粉丝的 算不放也行 这也是啊 秋葵 这不再都浪费了 已经不行了 这些菜 最佳听众奖 最佳听众奖 沟通大师 沟通大师 自己沟通大师 自己沟通大师 他倒拥 他倒拔拿着垂扬柳的鲁制身 跨腹竹日 他竹竹日的跨腹 李渊霸轮大锤 他轮 轮大锤的李渊霸 别人心中有火 他定上着火 别人眼里有光 他饭碗金光 别人休息他种地 别人躺着他做游戏 地球都对他没有吸引力 牛顿见了他 都要重显第二定律 你看 然而 如果一个男人 一身满力 却从未获得胜利 也许是因为缺少智力 也许只是因为他是 黄鹤定 这词写的太好了 太好了 我想举办序位运动会 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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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出界 这不就三个全境了吗 宁可错杀 不可放过 完了 冲浪冲浪 我 是大傻子 接下来为大家颁发的是 纵横百合奖 他游走于桃花物各个势力 但没有一方真正接纳了他 他也曾加入村口阳哥队 却跟不上他们的脚步 他也曾挤身于650电台 却在电台危难之际 弃鸣头暗 他看似加入了三傻 但是王鹤帝 天天和王春军在一起玩 你知道为啥吗 因为桃花物看似有三傻 实则只有一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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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着我就直接就搬过得了吧 在桃花物他也曾有过他的辉煌 但一切都随着他现任务长戛然而止 哈哈哈哈哈哈 走投无路的他只能投身烤串事业 他穿上冰刀 他就没法给你烧烤 哈哈哈哈哈哈 他拿起烧烤就烤不熟 哈哈哈哈哈哈 你滑冰着急 你烤串着什么急呀 哈哈哈哈 拍夜典礼吃一串 全体污民都拉西 哈哈哈哈哈哈 别人的烧烤吃了忘不掉 他的烧烤吃了拉不完 哈哈哈哈哈哈 他自称加穆斯第一串 在这里让我们对加穆斯的同胞们 真诚的说一声 你们辛苦了 哈哈哈哈 有请五大金上台领奖 笑了笑了笑 好痛 好奖 继续努力 我会创造奇迹 哈哈哈哈 谢谢 650我感觉我是MC小五 可不可以试试 我离开650电台 转圈 对对对 可以了 我们三撒集团今天正式成立 哈哈哈哈哈哈 哇 还有红包 接下来为大家颁方的奖项是 宋丹丹个人选择角 大皮靴 大皮靴 干什么玩呀 滚了滚了滚了 可以的 可以的 你可以撒 谢谢感 谢谢感 两位 谢谢感 你们可以的 你们可以的 可以的 可以的 来 收 收 收 好嘞 三 二 一 X 麦琪 大皮靴 二皮裤 里面是羊皮 外面我这布 哪怕是零上四五十度 穿上它再热 它也不打出 还能没事走几步 这就是他说的歌雅艺术 身骑白马走海滩 头戴墨镜 迷丹丹 他虽然话说不明白 但他脸上写着四个大字 我是王子 王子 王子啊 虽然你没有白雪公主 但你有白云黑土 让我们恭喜宋丹丹 个人选择奖获得者 著名钢琴艺术家 吴沐妍 美酒 还赚了 我要年轻三十岁 我一定要追你 那你不会干就不干 没关系的 那你不会干就不干 没关系的 你是我们的王子 你的钢琴太触碰我的心 吴菜息 帅了 太可笑了 接下来为大家颁发的是 桃花雾图灵奖 它拥有完美的脸庞 魔鬼的身材 动人的声线 以及时而流畅 时而卡顿的语言系统 对正常人类复杂关系不理解 稍微拐一个弯的话都听不明白 他一切反常的行为 都向人们证明着 他不是一个寻常的人类 经过650专家组严密论证 孟子毅是一个人工智能 他虽然成功的通过了图灵测试 但由于技术水平有限 时常掉线 他的每一句话 都经过算法的精密计算 奈何语料库匮乏 总是得出错误答案 你永远不知道 哪一句是他的自动回复 是每一句 有的时候程序故障了 还网主暴乱吗 他的话语和他的眼神 是两个程序 他用最真诚的眼神 说最没用的话 这一句他没炒上CP 只能炒鸡蛋 孟姐的一生只能炒鸡 我们还能要求一个人工智能 做什么呢 他已经很努力了 我们相信随着科技的发展 孟子毅一定能成为 更好的自己 有请莫教授 谢谢 派牌是少年 所以派牌靠斯的少年派 谈恋爱这种东西 对我来说是宁圈勿扰的 欲勤放纵 AI上见了 AI 但我都没太听懂他说啥玩 接下来为大家颁发的是 最佳观众奖 他是桃花雾最好的观众 每次开会都第一个来 站住 最后一个走 等彩蛋 演员下班回家 他跟着演员回家看 桃花雾对他来说 是一场大型沉浸式戏剧 我们都是他的NPC 他给你鼓掌 他为你落泪 最后就他谁也没得罪 每天跟一个人工智能 成双成对 没有他 你的表演给谁看 谁吃你的饭 你的穿搭 谁点赞 让我们感谢桃花雾最佳观众 宋颜飞 这一天天人工智能 最佳观众 最佳观众 谢谢 谢谢 来左边跟我一起 画个棱 右边画一道 彩虹 对 我这样的少 确实实验不好找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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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接下来为大家颁发的奖项是 桃花雾最佳男演员 为了表示对获奖者的尊重 这个颁奖词 我们将采用中英双语的方式 下面有请翻译 他用精湛的演技 和强大的观察能力 让我们忘了 他可能根本没听懂 You are good 不管他有没有都听懂 他都笑得最卖力 最配合 You are good 不管情形多尴尬 他也会真诚地说一句 谢谢 You are good 但我们知道 谢谢只是他的保护色 这是什么意思 才是他最真实的自我 You are good 他勤学好问 面对博大精深的中文 经过一番学习 他终于掌握了一口流利的东北话 但他最流利的还是那一句 经典鲜牛奶的鲜活营养 是普通鲜奶的1.6倍 经典鲜牛奶 固的 谢谢你 谢谢你派派 因为和你一起直播 我们有了自己的cut 因为跟你一起吃饭 慢直播有了我的身影 因为和你一起坐车 我有了自己第一张路透照 谢谢派派 派派你是桃花屋鲜活的力量 桃花屋有了你 就好像每100毫升 经典鲜牛奶有了3.8克鲜活乳蛋白 派派你肯定又在问这是什么意思 其实这个比喻就是为了告诉你 谢谢今天鲜牛奶 不知道今天我们说的这些话派派有没有听懂 但我们知道最后我们会收获一句谢谢 谢谢 请汪台上台班见 听懂吗 听懂了吗 我全部听懂 全部听懂了 谢谢您了 谢谢 我太我太会谢了 谢谢 谢谢大家 你很棒 乘风破浪是什么意思 问候是什么 什么意思 哥我是德国人 我不懂 我们要不要喝经典冷藏鲜牛奶 他这个是巴士杀菌的 然后呢他双膜所鲜 保留牛奶鲜活的营养 真会谢 谢谢 接下来为大家颁发的奖项是 桃花屋千里马 他坐看云卷云书 他闲不下来 沸沸做菜都不放眼 因为他怕闲 他每天都在忙碌 但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 沸沸是个热心肠 需要的时候他帮忙 不需要的时候他硬帮忙 沸沸呀 你就是桃花屋的一块砖 哪里也不需要 你自己硬往上搬 他从到桃花屋的第一天 就在寻找自己的位置 他这匹千里马 却始终没有找到伯乐 但他没有放弃 他通过拍视频 剪视频 解说视频 终于在最后一集 找到了他最适合的地方 650电台 在一个最不需要视频的地方 他成为了一名视频剪辑师 沸沸 沸沸 为了你 我们也会把650电台做大做强 这一季来不及了 我们下季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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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加入 谢谢 你快过来吃吧 别忙我了 我们那屋想用个蒸锅 需要帮忙吗 没事 谢谢 没问题 就是剪辑靠你了 剪辑我觉得比较麻烦 行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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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菲现在太吓死了 菲菲老吓人了 菲菲剪那胡都长了 你就让你粗剪我精剪 行 接下来为大家颁发的是 神秘大奖 这个奖厉害了 我们特意为这个奖 准备了一个礼物 魔方 这是点魔方 众所周知 魔方有很多面 说到多面 就不得不想到我们川剧变脸 说到变脸 就不得不想到孙悟空的七十二遍 提到孙悟空 就不得不提到王河帝 提到王河帝 就不得不提到三傻 提到三傻 就不得不提到三傻 最恐惧的女人陈瑜 提到陈瑜 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唯秘 提到唯秘 就不得不想到神秘 为什么神秘呢 一个国际超模 每天竟然用沐浴露洗头 这不神秘吗 用什么洗头 一个九十斤的女孩 竟然能抱得起李雪芹 这不神秘吗 一个那么甜美的女孩 竟然能迫王传军去踢台走秀 这不神秘吗 一个一米七六大高个儿 没事就哭 说哭就哭 这不神秘吗 她说话永远看似没说完 实则说完了 跟她聊天 三分靠她说 七分靠你猜 这不神秘吗 她有一颗当领导的心 却没有当领导的嘴 只靠说安静和散会 就当上了物章 这还不神秘吗 她明明每天都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这还不神秘吗 她明明每天都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我们却憋了三天三夜 都没找到她的槽点 这还不神秘吗 她明明什么都没做 不仅让三傻闻风丧胆 还让六五零弹枝色变 让我们恭喜六五零真正的敌人 喜剧编剧《四金石》 《桃花乌》最神秘的女子 陈瑜 我们选一个吵架 谁最厉害好不好 陈瑜 安静 安静 谢谢 特别喜欢 接下来为大家颁发的奖项是 《桃花乌终身成就奖》 她是音乐吧的创始人 音乐吧奏响的不是音乐 是她人生的乐章 开会时她尊重每一个人的意见 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 提案也没法通过 那个人就是她自己 投票的时候 睁眼头是她的天堂 闭眼头是她的地狱 她始终也想不明白 眼睛一闭一睁 这票咋就没了呢 别人是爱拼才会赢 她是不拼但爱赢 赢不了她就改规则 再赢不了她就换游戏 实在赢不了就说 我一个老年人做到这个程度就是胜利 哈哈哈哈哈哈 桃花乌的精神图腾 微博话题女王 导演和制片人眼中的节目之光 移入桃花乌生死海 从此观众是路人 她就是桃花乌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被桃花乌 誤了终身成就的女人 是桃花乌 好赶啊 这最后一句写的最棒 真是 这是谁写的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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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外面花钱写 谢谢 找外面花钱写 谢谢 桃花乌误了我终身疼 丹丹姐的林鲍宇 十四票 那重新来 老年人全忘了一上台 来重来 两季桃花乌都以大骂我开场 让我们恭喜所有的获奖者 现在把画面切回我们的一号广播台 观众朋友们 观众朋友们 新年的钟声越来越近 每到这个时刻 我们心中总是感慨万分 岁月更替时光轮回 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美好 青春之际 让我们把最真诚的祝福送给我们的家人 父母 还有朋友 送给桃花乌所有的名 送给桃花乌所有的幕后工作者 现在请所有的朋友们 给我们一起让数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五 三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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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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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厉害 在这上下欢藤的时刻 让我们一起带来这首 《难忘今宵》 也祝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里 越来越好 好棒啊 这是拉木吧 我的蜜蜜 哇 这谁啊 哇 哇 《难忘今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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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阳与海角》 《难忘今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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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的比他更好听 这一段我的镜头特别的多 多少有点丝心了 首先第一位出场的这一位 以一己之力拉低桃花屋平均年龄 他日日夜夜跟在总裁身边 虽然无所事事 但他的身影从不缺席 他就是桃花屋超市神秘接班人 赖冠林 老师这边请 老师这边请 神秘接班人 有请小赖 老师留步 来 老师左边再给一点 右边老师 左右都是她反正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好了好了我们红胆时间紧迫 来欢迎小赖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典礼 真好 好 在发言之前我想询问一下 写这词的人是 就他俩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这个 这个就不要耽误红胆时间了 别人更差 你的都是好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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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最好的了 哈哈哈 好吧我带来的书呢 其实是我初中二年级看的一套 这个科幻小说 包括就是后来我来到北京之后 就我都一直带着 就是有点不习惯了 如果这套书离开我的话 对 那那请问小赖今天给我们六五零 准备了什么刊业的贺礼呢 其实就是在这就是这一套书 因为对我来说是特别宝贵的这个 好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 好我们时间了 好我们时间了 小赖那个签名留手印 签手留念 不是签手留念 签名留手印 签名留念 下一位登场的是 这位烘沛屋的合伙人 她与创始人彭楚岳一起 白手起家 及早贪黑 生活砍柴 干着费力不讨好的工作 把自己干得灰头土脸 但没有一寸炉灰 遮得住她美丽的容颜 她就是披萨西施 周也 周也 披萨西施 欢迎周也 欢迎爷爷 请问周也小姐今天为我们带来了什么礼物呢 就把这个墨镜送给你们吧 可以一会给我们的礼仪小先生 好那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书吧 就是这本 米老鼠 然后特别的可爱 然后这个是最新版的 然后就放到这儿给大家看了 谢谢 谢谢爷爷 请爷爷签字留念 接下来登场的这一位 她每天画着精致的妆容 抱着拥有同样精致妆容的狗 穿梭于各家厨房 特之唱歌 她经过的厨房一片狼藉 只有她独自美丽 她热爱一切垃圾食品 垃圾食品 是周杰最恨的女人 她是锅巴的守望者 桃瓜屋第一贵妇 冰存石王的超市采购员 桃瓜屋梦大脚 孟子义 小菜青花呀 哇写得好好呀 太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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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笑 太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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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桃花屋梦大脚 闪亮登场 哈喽 哈喽大家好 欢迎欢迎孟子义小姐 欢迎大脚小姐 你好大脚 请问你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礼物了呢 我给大家带了和看书最搭配的 不愧是锅巴 不愧是锅巴的守望者 那你今天带了什么书呢 你没少带呀 对 因为要热情 首先我带了一个 良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 好热情的一本书呀 对 因为这个是那个什么 青春悲痛小说之一 青春伤痛 对对 青春伤痛小说 太悲痛了 因为这个是我之前小的时候 真的是看过的 然后非常荣幸的 就是我也演了这部剧 所以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意义很大 好 然后我特别喜欢里面那一句话 我觉得也可以送给我们大家 很应景 就是此生相遇便是团圆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下一位登场的是 她作为烘焙屋的创始人 不仅努力 军营自己的事业 而且在屋里各项活动中 都能看到她忙碌的身影 她任劳任怨 勤勤恳恳 值哪打哪 埋头苦干 吃得比金少 干得比牛多 她就是桃花屋第一大善人 彭楚悦 欢迎彭楚悦 欢迎彭楚悦 彭楚悦先生 那请问你今天带来什么书呢 我带了三本 带了三本 《顿感力》这本是我没有看过的书 然后里面写的是 没关系 顿感力也是我所缺失的能力 若无法做到脱命 就好好爱惜自己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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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欢那本《顿感力》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因为生活中 可能是比较敏感 敏感地捕捉到身边的其他人的情绪 所以才会给你带来不开心 或是一些压力 所以我觉得人是真的需要顿感力的 我就是一个顿感力非常强的人 基本上我每天是可以开心一百分的 接下来登场的这位 他以惊人的忍耐力 害人的责任心 承担着桃花屋屋长的职责 哇 即便从来没有人听他的话 他仍然坚定不移地做着计划 他带着我们午睡 带着我们开会 但他不得不承认 单姐说的都对 他热衷于行为艺术 搞得村民人心惶惶 剑法弩张 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自己揽下的瓷器活 跪着也要做完 有请我们敬爱的舞长 陈陈陈 有了 万言舞长 这太好了 他们两个好强 哇 好精力啊 好厉害 鞋太棒了 浪漫杨子和的确是太有才了 他说的这些东西完全深入我的心 尺度的拿捏真的是惊为天人 万言舞长 谢谢太好了 每个人的不好的地方和好的地方 都以一种戏谑的方式 融入到台词里 说出来之后 马上以一个很好笑的氛围 暂时消解掉 但是其实大家是会听进去的 屋长今天为我们带来了什么礼物呢 我觉得我们到时候看 是不是可以有一个音乐相伴 所以说我想带一个蓝牙音箱 快我们礼仪小姐 快把这个贵重的音箱拿走 最终的一个正经礼物来拿走快 我们的不正经吗 我们的不正经吗 那请问你带了什么书呢 我就讲一本吧 带了一本如何开会 不是不是 会影片 会影片 就是开会时喝饮料的 对对对对 这个是古希腊 大家都不爱开会 这个是以前大家开会的时候 一边喝酒一边开的 这是一本最搞笑的哲学正统著作 所以这个就是 好 谢谢 谢谢舞长 哇 我要看这本书 下一位 各位 她是全村最霸道的总裁 桃花屋超市大亨 她不苟言笑 所有的情绪都隐藏在她壮硕的胸肌中 不要妄想得到这个男人 你永远只能依恋她 她就是六五零集团未来最大的合作伙伴和赞助商 让我们热烈欢迎我们的衣食父母 张总 张总 太好笑了 欢迎张总 张总 张总今天为我们带来了什么礼物呢 带来了你们未来的财路 哇 谢谢张总 对 还有这本书 对 还有这本书 对 还有这本书 其实人人都想追求幸福的勇气 但是我觉得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大家无拘无束地爱在一起 对 谢谢 然后就送给我们所有的人 哎呀 两本书 还有另外一本书 我希望跟大家在这里共同书写 哎呀哎呀 不愧是你 张总 不愧是我们六零集团最大的衣食父母 最大的赞助人 谢谢 谢谢张总 谢谢衣食父母 谢谢衣食父母 下一位 作为桃花舞第一浪漫中年 她给大树织毛衣 给天台织棚 给孙林织辈 老季福利 知在千里 与欧欧慕年 壮心不移 她就是缝练鸡在世 欧欧 有请欧欧 为我写出来的那一段 我直接可以用来做设计师介绍 我觉得挺搞笑的 虽然有一点的讽刺人 你觉得他们讽刺的点在哪 中年人 他们直接说我中年人 难道不是吗 长得像吗 自己看好 看清楚了吗 我现在在东华大学 我每次在门口被保安拦住 跟我要选生证 拜托 哇 厉害啊 你就歇会吧 没啥事了 你去干笔吧 自己按个手印留个念吧 你那个拿的都是杰哥 给你找的养生书籍 想知道她送了什么书 想知道 对 来给大家念一下 那个水这样磕可以治病 禅里禅外屋人生 改变一生的饮食习惯 谢谢 谢谢冯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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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接下来就是我们屋的重磅嘉宾了 重磅的嘉宾了 就是摆出一个公正的姿态 对啊 下一位 谢谢冯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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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冯仁基